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国全称叫法兰西共和国 不过这些国名都不算太长 要说历史上国名最长的国家 应该是奥匈帝国 奥匈帝国是欧洲一个国家 它的全称是帝国议会所代表的王国和皇室领地 以及匈牙利盛史帝分王冠领地 一共28个字 堪称世界历史上国名字数最多的国家 熟悉历史的朋友 或许听着奥匈帝国的名字有点耳熟 没错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 就有奥匈帝国在内 他也是八国联军之一 但要说到这个国家的历史 还得从19世纪初期讲习 1830年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出生 后来他继承伯父的皇位 成为奥地利帝国的皇帝 约瑟夫一世跟中国的隋阳帝一样 也是个穷兵独武的帝王 他四处发动战争扩张自己的地盘 渐渐地反奥地利帝国推向鼎盛 当时他旁边还有一个强国 叫做匈牙利王国 但他并不是奥地利帝国 急仗下来就投降了 约瑟夫一世便把这两个国家合并 于是成了奥匈帝国 也就是全称二十八个字的国家 约瑟夫一世正式登基成为皇帝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 奥匈帝国也越发强大 当时他跟乌州的英、法、德 而堪称乌州五大金刚 1900年 按捺不住寂寞的奥匈帝国 终于跟另外七个国家一起 前来中国大肆掠夺 慈禧太后参皇逃往西安 事后清朝签订了新朝条约 奥匈帝国支派 把不到一百人过来 也分了一大杯羹 从中国掠夺了大量财富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奥匈帝国跟德国 穿上了同一条裤子 跟英国、法国对地 经过四年的战争 德国战败 奥匈帝国也跟着战败了 总为战败国 奥匈帝国内部矛盾彻底被激化 国内各民族 纷纷要独立 就这样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偌大一个奥匈帝国 曾经是欧洲最强国之一 便被分裂出来了 比后来的苏联分裂 成俄罗斯等小国还要惨 奥匈帝国被分散后 成为十多个小国家 就这样 奥匈帝国彻底被灭掉了 有人传言这是因为他曾经侵略中国 作为八国联军之一 奥匈帝国也曾在北京城杀人放火 后来被灭过 这是他的报应道了 对于这种说法 你怎么看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